8 3 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我们的各位 夏威夷 我们非常非常欢迎期待 新唐宜电视台 夏威夷特派记者江洪 还有他们表演的家庭 我们的国呢 还有有小波 这个 OK 我们有马小波 我们小波 张小波 李小波 周小波 今天我们中华人工认识 没有刘小波 瑞典皇家学院 他们创办了一个 第一人所之中 没有刘小波 这个人 让大家申请一下 第二件事情 这个法门过我们是非常遵纪的法门 他们练过我们从来不打搅 可是自从呢 他们练功练得走火入火以后 七窍流血八窍生烟 我们才谈对他们 因为练功 大家都看过金庸小说 跟古龙的小说 练功最后 会练到最后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以后呢 就会七窍生烟 又会七窍流血 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尽量避免他们练功 所以说 CCP是个爱国的国家 一个国政党 是负责任的 老百姓练功练到呢 流血 流派 或者是呢 七窍流血 会长队 所以说呢 我们为了避免他们呢 在内出血 我们是上天打他们 打出流血 就是避免他们走火入魔 我们也要你告诉呢 新唐人队长 我们不是不让他们练功 我们是怕他们走火入魔 第三件事情 他们要麻烦我告诉新唐人队长 就是呢 就是呢 我们呢 中華民工文国CCP呢 我们这个艾未未先生 这个艾未未先生 他是医生家没错 我们关了他81天以后呢 我们发现到呢 我们叫他出去不要讲话 他还是讲 然后呢 现在我们发现他欠税 欠了一千五百万 我们叫他还 结果呢 问题就出来了 他们家从那边开始 都已经导弹了 导向的人民币 贴到他家的无据 到现在估计 已经贴了九百多万人民币 都要加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为了避免 人民币堆积如参 这个会就算 所以我们不跟他收了 但是呢 他现在呢 这个艺术创作呢 有一点呢 淫乱 他把他上衣打开了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要告他淫乱队 所以说也要跟你的房门 电视台讲一下 还要为了先生 现在有个淫乱队 还要处理中 那不是说 我们不要反对的艺术家 而是他为艺术牺牲 太多了 那最后一件事情呢 我们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我麻烦呢 也跟新唐电视台 不好意思一下 我们呢 没有这个高折 高智慎律师 我们没有这个人 但是呢 听说这个人现在呢 越来越猖狂了 我们每一次我们的救护士 台大旁边 他就要去撞我们 撞我们 撞我们 今年之后 已经撞坏了365张公司 帕牧 帕牧师的撞坏 这位高智慎律师呢 这样下去的话呢 也不是太好 但我们现在呢 把它放到我们 这个子光队 大家都知道 中南的子光队 我们让他在那里生死 这四件事情呢 我们就证明呢 我们的CCP是爱国爱党了 你现在告诉了 新唐人电视台以后呢 你的户头里面 明天就会多出一百万 这里是现金 那 如果说你有了一百万 请多做表扬一下 我们CCP 跟唐人电视台 如果他们叫做明天 骂我们 骂我们 我们总有天 拿来一个颠覆政府的队名 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了解了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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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了政治现金以后呢 我就要 OK 我收到了政治现金以后 我就要这样子钱 捐给新唐人电视台 也加强他们 为了延续我们 中华民主的命败 在 这个年头之中 西瓜未大会的旁边 他们坚持不以资的正义 为了齐声 为了大家 然后呢 对我们的 中华民主 献出一个小小呼吸 我们现在请呢 江台呢 小姐呢 为我们大家呢 介绍他们的 他们的特派 叫 中华民主 中华民主 还有其他的人 是能够拿的 就现在在 中华民主 就是愿意为大家 鼓励 中华民主